很多人活了80岁都不知道 把牛奶倒进大米中做出来 竟然是一道营养又健康的美味 深受大小朋友的喜爱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500克大米加入清水 提前劲爆一个晚上 沥干水分后 倒入一瓶即将过期的炊牛奶 倒入破壁机里 按裹出键打成细腻的米糊 再倒入大碗中 加入150克面粉 一包干酵母 适量的白糖 搅成这种细腻的面糊 盖上保鲜膜 醒发两倍大 醒发好的面糊 里面全是小气孔 有条件的话放上葡萄干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排气 准备几个细致小碗 先刷一层油 倒入巴费满的面糊 摆上爱吃的果干 放入蒸锅 醒发10分钟 在水开即时蒸35分钟 关火焖3分钟 这样做的奶香米糕 松软香甜又劲道 好吃不粘牙 奶香味十足 做法简单 劳少皆宜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也收藏十作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